在我們詳細證明飛馬小弟弟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些小觀察 不然初次看飛馬小弟弟就會覺得每一行都看懂 但是還是無法意會 首先我們來看這個東西 就是說現在有123456 就是它的123456 那我把它 6就是小於7 我把它乘這個a之後呢 當然又變6個數 那這6個數得到的是怎樣 369121518 那我看這6個數除7的余數是多少呢 余6 362 那這時候變成除7 是那個余5 那除7 這時候是那個 其實它是每次加3 5加381 就是4 所以其實它余數當然就是每次加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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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我們可以感覺到怎樣 對啊 只要AP 護值 我這樣一乘之後呢 對 它就會 它就會繞完 就乘6 便就會繞完所有的余數 就是這個大致精神是這樣子 就是我一直加3加3加3 只要他們不護值我就可以把它繞完 那如果用一個比較完整的寫法 其實書上都會這樣寫 就說 你把它A 你乘I倍跟J倍如果現在都是小於6的 他們其實都會不一樣 對 因為如果一樣的話呢 我們就會有 JA跟IA都一樣 那相減之後 J-I乘A 就除P於0 這句話就是說什麼呢 J-I乘A 是P的倍數 那為什麼會是P的倍數呢 明明AP已經負值了 所以問題不出在A 問題出在J-I J-I讓它造成是它的倍數 可是現在J-I都很小啊 對 都比P小 所以它怎樣才能變成倍數呢 不可能是1倍 也不可能是2倍 也不可能是P 也不可能是2P 也不可能是3P 唯一有情況的就是0P 對 這個就是0的倍數 0P就是0 所以J-I是0 於是 除非J等I 否則這個字不能成0 好 所以一開始 費馬小弟尼 他的證明就是先觀察到這樣子 就是 我今天一直加3 一直加3 3 6 9 12 那余數其實只是一直在循環那種感覺 對 其實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個圓 現在有7個點 1 2 3 4 5 6 7 那我每次跳3格 對 每次跳3格 從這裡跳3格 再跳3格 再跳3格 這樣子其實可以把每一個都跳完 對 對 就跳完 最後跳回來 好 所以這個觀察要先有 待會我們就可以用這個觀察來證明 費馬小弟尼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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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